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对闲理论有偏见 这里我指的不是专业人士在学术上的意见 而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对闲理论的看法 如果只是通过那些看起来天方夜谭的简要介绍 尤其是在经过一些营销号的曲解和夸大 确实会觉得这个理论就像是在胡说八道 当然 还有一些人觉得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胡扯 这个我就不做评价了 刚开始我就感觉这个是科普的力度不够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不是科普的问题 而是认知水平和科学素养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人缺少正确的科学精神 为了质疑而质疑的话那不叫科学精神 科学本来就不是代表着真理 永远正确 它代表的是现阶段的正确 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内的正确 所以可以说科学是一个自我怀疑的过程 科学的发展史可以看成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的偏差纠正史 更重要的是它靠的不仅仅是思维逻辑 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套严谨的数理逻辑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上的科普只要一讲到理论物理方面 都不用理论物理 只要扯到相对论 大家就会各种高谈阔论 各输己见 反而如果讲到经典物理 别说讨论了 大家可能连看都懒得看 除了那些为了写作业和考试的同学 这是为啥呢 可能是觉得这些物理学家们 他们的解释也是来源于想象 那我也是想象 我觉得我想的比他们还靠谱些 为啥他们想的就对 我想的就不对呢 我想说的是 同样为想象 作为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 和那些物理学家们的区别在于 他们是依靠严谨的计算为依托 配合一些形象的描述而去强项 也就是说 想象是辅助手段 并不是主要手段 而我们普通人呢 只有想象 所以哪怕你的想法听起来多靠谱 这都不是科学 而是科幻 所以普通人可以写出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 但是这和取得真正的科学成就 完全是两码事 另外 还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研究大统一理论 或者说研究大统一理论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研究这种虚无缥缈的理论 什么闲啦 磨啦 四大基本力能各自好好的用不就行了吗 干嘛还非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呢 确实 很多人认为大统一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即使研究出来了 对目前人类生活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不过如果探寻科学的源头 你会发现 它最初来源于人类的好奇心 我们想要认识宇宙的原貌 想理解这个世界 甚至其中有一小拨人 可以把好奇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正所谓招文道 悉死可以 人类的科技之所以得以发展 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诞生的科学 科技是把科学理论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 没有科学 何谈科技 那闲理论是科学吗 2015年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了一场物理学研讨会 主要议题就是讨论闲理论的科学性 有些文章就直接把意思取解成了 闲理论被判定为伪科学 谁说不是科学就一定是伪科学 在一定意义上数学就不是科学 至少不是自然科学 因为数学结论是否成立并不依赖任何观察 而只取决于逻辑推演是否正确 所以这次会议的共识 与其说是给闲理论下判定 不如说是给科学明确了个边界 数学虽然不是科学 但却是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而闲理论就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一套理论 那闲理论是科学吗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闲理论究竟属于物理还是数学 现阶段来说 它起源于物理 但发展于数学 甚至有些方面 它反过来促进了数学的发展 所以现阶段它更偏向数学属性 虽然在某些方面 闲理论已经有一些实验验证 比如在大型对撞机发现 跨克胶子等粒子体之前 超闲理论就已经预言了它的存在 但这只能作为一个小小的实验证据 闲理论要想在物理界占有一席之地 还需要经过更充分的实验检验才行 好了 回到刚才的大统一理论究竟有没有用 这个问题 我认为有没有用取决于你怎么去用 人类如果掌握了大统一理论 就相当于你学会了一种宇宙的语言 语言本身并不能直接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通过它 你或许可以和宇宙对对话 比如问问它 你是谁 从哪来 要到哪去 好了 关于弦理论的科普 这个系列差不多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不是你们的建议 我可能也不会想到做这个系列 然后近期可能比较忙 更新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 非常抱歉 后面有时间我还是会不定期的更新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好了 我是Lingo 闲说闲论 拜拜